所以这个教法 一道受它 就是道德 这是教法 转悟成山为化 这是教的成果 教的目的 教的目的就是转悟成山 转迷成物 转返成山 这是中国古老传统的教学目标 引导众生按住正道 建立大行 古云按理 大行 行量大 咱们中国人常说 量大福大 什么人有福呢 量大的人有福 这是真的 七心动念 不为自己 所以古时候 量大 从小就培养了 因为从小孩就不能有私信 就要为整个家族 我这个家族有三百人 要为一家人想 为一家人想就想福报 不能为自己 所以最机会是藏私权 所以最机会的是藏私材 说蛮着父母 小孩把喜欢玩的东西 喜爱的东西收藏起来 不给人 这是最大的机会 不能养这种习惯 有好吃的拿出来 大家吃 小朋友大家吃 有好玩的 大家在一起玩 团体生活 从小养成这个习惯 没有自私自利 所以他走向社会 他为国家 为社会 大公无私 这种从小养成 他明白这个道理 量大福大 量小福报就小 现在没有这种训练 你也学不到 一个个都学到自私自利 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大概只知道 照顾妻子 连父母都不要 兄弟姐妹 更不必说了 他怎么会爱人 他怎么会爱国家 他案例的是什么社会 我们可想而知 今天时间到 我感觉到